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淘寶的改良式漢服 上一次開箱的漢服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沒想到我們第一次買的衣服算好評不斷 但它是到買的 因為當初我是用銷量去找的 所以我其實沒有那麼去研究它的品牌或是其他的 因為評價大概都說 喔 衣服好看 顏色漂亮什麼的 殊不知 原來改良式漢服跟我們蘿莉塔一樣有這麼大的學問在 那在那一次影片下方 其實很多觀眾有推薦我一些正牌的店舖 那我去研究了一下發現 其實那些店舖也有分改良式漢服 以及其他的一般比較傳統的漢服 它有分漢堂嘛 就不同朝代的 那這一次我買的也是改良式漢服 就是比較齊胸如浮那種可愛型的 個人喜好 個人喜好 因為如果是另外一種開箱 你會比較像無瑕 還是大家對無瑕的也有興趣呢 好啦 那這一次呢 就從裡面挑了幾家 就是正牌的 然後我也買了盜版的 我們來比較看看正版跟盜版的 其實我看圖片我就覺得有差異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箱吧 這一次呢 買的正版盜版 就是各兩套 所以總共是四套 那我現在手上的這一件呢 指來自漢善華蓮的 一件紅色的 喔它品名超長的喔 這一套叫做漢善華蓮傳統漢服 女裝 堂制重工 錦裡 繡花 其胸如群 高腰大片 多片大白群 哎唷我還在念錯喔 總之呢 它就是一個 其胸如群 跟上次紅色的那一件其實有點像 但它的設計有點微微不一樣 然後我就買了他們家的 以及呢 用他們家圖片一摸摸一樣樣的 別的盜版店家 然後它當然又送了小禮物啦 它不只小禮物套 又一樣送了髮毯 眉心貼 還有扇子 那漢善華蓮其實他們家 還有出別的品牌 蠻多副品牌 還有售後服務保證卡 我的天啊 陸曉記啊什麼的 我其實原本 個人想買的是陸曉記 因為它有一個 類似用漢元素 去做現代的洋裝 然後也有一些像 偏蘿莉塔的 超級可愛的 掉了一張東西下來 他們家其實也有送眉心貼 但是它的眉心貼 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送了一個票卡夾 好像這個票卡夾掉下來 嚇了我一跳 像這樣 可愛的票卡夾 眉心貼 我們來看看衣服囉 最後我們再一次來公佈 正版跟套版的架擦吧 啊我買的這個算是 因為它比較沒有 像其他傳統漢服那麼繁複 所以它其實價格 我再稍微便宜一些 大家可以猜猜看喔 好那一樣就是它的小外套 噗 制服穿這個 欸好像可以耶 怎麼會 呵呵呵呵 制服好像什麼都可以嘛 那一樣它裡面的那一件 大片的起胸乳裙 這跟我上次買的重量比起來 我有感覺它比較厚實一些 它的下擺呢 就是剛剛講的什麼精力 它做了六片裙擺的一個設計 所以別加盜版好像就直接寫什麼 六片 六片裙 像這樣 薄紗 它的刺繡 譬如說正版跟盜版有一個差異 就是正版的 繡工會比較精緻吧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 比對一下盜版的那一件看看 然後就它的一袋 有點重 那我們來看看 盜版的 現在我手上的這件是盜版的 欸其實我們鏡頭上看起來不明顯 可是我自己看 它的顏色 像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啊 它是比較暗紅色 比較沉穩的 盜版的他們家這一件 直接就做一個大紅色 我把我們光如果調暗一點 看會比較明顯 它是一個亮紅色 然後對比這種沉穩的暗紅色 然後它的袖 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 它做得超滑翹的 但不得不說 其實基本上看起來 我覺得也沒什麼一樣 這也是蠻好看的欸 好我們來看它的本體 到底做發生什麼事呢 不得了不得了 這拖線 我上次買的那一家 好像沒有拖線那麼嚴重欸 這一家拖線比我想像中的 嗯 我笑耳不答 這個裙子發生什麼事了 人家的六片是分成六片薄薄的 它前面三片是給你積在一起的 三片欸 我現在很需要一個人型衣架 我好像沒有辦法 讓大家看到 其實都蠻重的欸 它這六片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我設計我真的難以理解 它把它的這三層都放一起 這樣就沒有飄逸感嗎 不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它刺繡的地方吧 左邊的這個是正版的 右邊的則是道版的 不管它們顏色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這件事嘛 因為它們找的布料就不一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喔 這個袖的這個有翅膀的魚 有沒有 它的鱗片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右邊的 如果不細看還好 我之前那件我真的應該要細看一下 這個仔細看可以看得出來 它們鏽的那個飽滿程度 其實真的有差欸 正版的魚就比較美觀多了 那道版的這隻魚的身體的鱗片 就有一點撐摯不起 有瘦有胖 連鱗片不是應該要一致一點嗎 道版的這邊 它就是因為沒有鏽的很平整 所以它現在有一點捲在一起 應該鏡頭上還蠻明顯的 它Q在一起了 有鏽好的話 應該是要是一個平整的狀態 而不是讓它Q在一起 剛剛看了下擺的 刺繡我們來看一下它 鱗口的 那一樣有鏽的花跟魚 仔細看的話呢 也可以明顯的看到 它的魚的鱗片 如果把正版跟道版 放在一起做一個左右比對 這很明顯 給感覺到 順布的鏽工 還有再加強啊 難怪大家都說要支持正版啊 接著呢 在試穿以前 我們還有另外一套喔 帶來的這一套呢 你們看看 有箱子耶 這跟上次的那個禮盒 這個才是真的禮盒吧 一直是一樣 只是上次那一樣壞 那另外一個我買的是 絲男格 這個就等了很久 那這一件我真的很期待 因為圖片上看起來 太夢幻了 那它是分成上衣跟裙子 要分開定 上衣也是不便宜 這我期待度超大的 道版如果沒做好的話 應該是這邊吧 外面這個紗 我覺得這紗真的是一個難度 它做了一個漸變色 有真藍到前紙 然後這一樣是它一個外罩衫 剛剛的那一家呢 它是整套一起買 那這一套是 你一定要分開買 我發現啊 超多家道版的 其實它做出來 這不是因為做不出這個顏色啊 道版的全部都是深色耶 也不是不好看 只是 原本我會以為 很難還原應該是 它外面的這個吧 亮亮的部分 這個紗 但沒想到 不得不稱讚一下 這個道版的 它這個紗體也做蠻漂亮的 只是它就是一個比較黑的 像我們現在鏡頭上 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比較深色 這邊是道版的 這邊是正版的 大家覺得如何呢 再來我們要檢查一下 它刺繡的部分啊 這個刺繡的部分 我看起來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只是它的邊就是沒有收好啊 特別毛 因為正版的有一點毛 但是沒有到特毛就是 最重要的意思 登將 這樣有辦法猜哪一邊是正版 哪一邊是道版嗎 我沒有想到道版的 居然把劍變色也說出來了 這邊才是正版的 我發現你來了剛好耶 妳是可以來幫我抓衣服嗎 我為什麼可以讓阿神當人型一架呢 請幫我拿著他 他其實是來跟我拍另外一支影片 但是他遲到了 那記得去看 欸看得出來耶 其實我手上的這件的 深藍到紫色的劍變色 其實比較明顯 你這件的藍色也是有 但它中間沒有做這麼深 但老實說我喜歡這件顏色 你看那件顏色 因為它的那個顏色差距不會太大 就看起來比較漸層的感覺 那你覺得這個太過活了嗎 它感覺好像顏色好跳 深的太深的太淺 對對對 原來是這樣子啊 這個比較像是有漸層的感覺 但是你的那一件呢 它的外罩衫是這個 這樣是一套 我覺得如果下面的地方 誤換的話就好 漸層色機 你還是比較喜歡那一件 你覺得這個太懶了 這感覺用的上面的這個材質 就比較好一點 好很多 所以你要不要猜猜看 那價格嗎 對啊 這個正版的價格 大概2200多 家運費 我在道版至少500塊 再貴一點 700 再貴一點點 750 咕咕 800 800多 800多 嗯 加完運費 可以認真的比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他們的 它是真的很認真去道它的東西 就是它 這一家其實秀的真的蠻認真的 對啊 這幾乎一樣 當完一家 我等一下 我會出現在下一部影片 要記得要來看喔 哈哈哈哈 將將 這邊要幫大家澄清一下 This is 漢服 不是韓服 韓服也是中國傳過去的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這個很像韓服的話 不要懷疑 OK 那這是改良式的新的 齊胸五尋 然後這個道版的 因為它的這個下擺在做 太奇怪了 所以它比較沒有辦法 有這個飄逸感就是 公佈一下 這一件的價格 這一件呢 大概折騰幣2800 這一件只要600多塊 它這一件的粗糙程度 比剛剛那件還要化妝 刺繡也刺得比較雜一點 拖線底比較甜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到價格啦 我們來試穿一下另外一件 我剛剛穿錯了啦 穿得那麼開心 太久沒穿了 忘記 其實裡面這一件是要穿進去的 把它當成大正風的小外套了 不會大了 但我裡面多一件 真的很怪 OK 我們現在換穿的是另外一件啦 剛剛是兩片式的 齊胸乳裙 這一件是一片式的 我發現一片式的 其實真的比較好穿脫 它在另外一邊這邊 腋下其實有個洞 讓那個線可以穿出來 雖然比較好穿 但我發現這個比兩片式的呢 更容易如果你沒有綁好 會掉 這個真的會掉 兩片式的 因為另外一個綁緊 還沒那麼容易掉 我覺得這個 沒綁好滑掉的可能性 其實蠻高的喔 因為我裡面有加一件衣服 其實還是有點怪 這件太透了 不加衣服真的不行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漢服正版跟盜版的比較啦 穿這個真的是好累喔 不知道有沒有滿足到大家的好奇心呢 就確實 正版跟盜版還是有差啦 價位上也是差了一點啦 不過其實我覺得以漢服來講 它還是沒有到蘿莉塔那麼貴啦 所以可以的話當然就請大家 一定要繼續支持正版的品牌囉 那大家喜歡不要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頻道 我們就下次的影片見 掰掰 如果按下喜歡 请locks按讚 這些也是 這樣 跟你一起走 麻煩 í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